聖姊姊妹早晨 很高興能夠再次在崇拜的時間 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說話 亦都能夠在主的道理上同行 又是聆聽主道爾仙 又一起和心的低頭 討告讓望在我們主我們的神面前 慈悲天父多謝你 讓我們再次回到你的寶貴說話的面前 讓我們一起學習 求你賜予我們的聖靈幫助我們 能夠準確地掌握到 聖經當中你的啟示 你的心懷意念 要讓我們能夠繼續在 每一天的生命生活當中 能夠將所學到的付諸於實行 求聖靈的幫助 我們的同心的討告 奉靠主耶穌基督得聖命之以靠 阿門 好 今天和大家一起思想的經文 是出自於這個約爾書的第一章 第十五節至到第十六節 今天所思想的題目就是 打破思想規限的靈命復甦戰 在靈性主導先 讓我們再次打開這段聖經 我們一齊去讀一下這段經文 我們會一齊以和合本的版本一齊去讀 如果弟兄姐妹是用英文的聖經 也請大家可以打開英文聖經版本 跟著我們一起看就可以了 經文是在約爾書第一章 第十五至十六節 約爾書第一章 十五節 愛在耶穌華的日子臨近了 這日來到好將毀滅從全能者來到 糧食不是在我們眼前斷絕了嗎 歡喜快樂不是從我們上帝的見鐘止息了嗎 有一次當我剛搬了屋沒多久之後 我爸爸就說 不如我過來旅行探望你 我當然很開心 於是他就來到我家 一方面旅行 順便也想看看我搬了去的新屋 那間屋是怎樣的 當然每一個弟兄姐妹都明白到 當我們搬進一間新屋的時候 就有很多東西需要去安裝 要去修補 要去修補 要去修製等等 其中一件事就是很多窗 很多時候我們買一間屋的時候 搬進一個新的地方的時候 第一件事就是去裝窗簾 那裝窗簾當然有很多種方法 還沒裝窗簾之前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去買一些 好像風琴狀的那些摺紙 然後就貼在窗上遮住 希望能夠一方面有些私隱 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用來做一個防盜的作用 免得讓人看見屋裡面有沒有人住 如果沒有人住 或者趁你沒有人的時候 有人會進來去 真的爆洩 是很有可能性的 那所以為什麼呢 通常第一件事 我們都會去裝窗簾的 那我爸爸那次來到 就看到我 嘩 嘩 在那裏裝窗簾 那我就說 對呀 要裝窗簾 那於是乎怎樣 大家都知道 要裝窗簾布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當然要在窗簾的上面 裝一條長的鐵通 然後呢 就把窗簾布 穿進去 那條鐵通的裏面 或者用一些環 把它扣起它上來 那時候呢 第一件事 要裝那條鐵通 當然要去 轉幾個洞 然後用那個扣 扣住在牆上 然後就把鐵通 就這樣裝上去 然後呢 就把那條鐵通 穿上這些窗簾布 遮住 那時候呢 我都預備好了 於是窗簾布又買了 鐵通 又已經在一間 大型的連鎖 裝修公司 家具公司 那裏買了回來 於是乎 我就量好位 轉好那些洞 準備上那兩個扣 然後跟鐵通 一穿上去 那就馬到功成了 應該 那我爸爸呢 就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就 不出聲 他說 啊 你請鐵通 那他一邊站在我旁邊 又不出聲 又只是看 看看我搞成怎樣 或者搞不搞得定 那他又沒有說要幫我 那我也不想他幫忙 免得你來 旅行 爬上爬落 跌倒 我也搞不定 那於是乎 那我便做 那洞都轉好了 那上去那些 那些 長的膠質 之後 準備 把扣 和那些 螺絲上去 就釘上 半長 應該就三爬兩步 應該搞定 啊 誰不知 在這個時候 我突然間發現到 原來買回來的 窗簾布 那條鐵通的扣 原來 上面的螺絲釘 全部的頂 都原來是 方形的摺頭 來的 那我就 因為我原來 發躍過 我根本就沒有 方形的 螺絲批 摺不到 在摺頭上 於是 那 那 沒辦法 唯有就 收工 都已經 就是 時間 日落 都 無謂搞那麼多 那 打算收買它 去買螺絲批 都買不及了 那 接著就收工 的時候 我爸爸說 弄完了 那 我說 還沒弄完了 那 他說 為什麼不弄完它 我說 因為我發現 我買錯了螺絲釘 他說 什麼錯啊 我說 你看看螺絲釘 上面是 方形的 我沒有方形的螺絲批 根本就扭不到 上去 那 怎麼弄呢 是不是 他說 你有個什麼螺絲 我剛才不是看到 你在這裡轉東西 然後 又有很多 工具 我說 我每個都有 不過我猜不到 它是方形 我只有十字頭 一字頭 那些螺絲批 那 為什麼不弄呢 我說 怎麼弄呢 他說 哎 傻的 哼 他哼了一聲 之後 他走去 拿十字 他說十字不就是等於方形 我想了很久 十字等於方形 怎麼十字等於方形 十字就是十字方形 方形 但是 爸爸說 既然爸爸說 當然有些道理 你不明白 都可以照做 誰知道 真的拿十字螺絲批 批頭 一擺一擺 咦 原來跟方形 可以吃住 吃住的時候 只需要多點力 壓住的時候 一樣可以轉到 方形的螺絲頭 進入到螺絲位的裏面 就是這樣 於是乎 我那次就裝好了 這個 這個窗簾布 那 我爸爸就 哼 然後就走了 走回去 他自己那裏休息 準備明天 就會和他去旅行 其實呢 其實呢 我爸爸呢 我和他 這麼多年來 其實他都很少和我們說話 因為呢 我爸爸呢 就是 我們見他的機會少 但是呢 我就發覺 那一次之後呢 我就 因為後來和他開車去旅行 在車裏面就談了很多事情 那麼在他身上呢 原來 他人生的裏面有很多的經歷 那麼他後來就和我說回每一件事 然後呢 就分享他做人處世之道的一些的秘訣 而且有些的秘訣呢 我發覺呢 和我們在聖經裏面 那個的學習都很相似的 不過從這件事的裏面呢 就讓我學會一件事 很多時候呢 我們呢 做人做事呢 都有自己一套的想法 而很多時候呢 我們只會去堅持自己那一套的想法 因為 如果 不跟我自己那套想法去做事的時候呢 那件事就不要做了 不需要做了 或者暫時各自的了 嗯 做了 其實呢 很多時候呢 我們做事 我們都只是在一個 我自己以為的定格的裏面 譬如剛才我用的那個例子 螺絲 方形螺絲 一定要用方形螺絲 嘴頭 才可以摺下去 扭下去的 原來 原來不是的喔 原來可以用 十字螺絲批的頭 都可以用到 在這個方形的 螺絲頭上面 可以用得到的喔 那這個呢 就讓我想到一句說話 我們廣東人經常說 我做人要懂得轉搏 什麼叫轉搏 不是射搏 和射搏不同 轉搏的意思就是 用開這一邊的肩膀 搬東西的時候 如果這一邊搞不定了 不行了 不夠力了 那你把它轉到另一邊的肩膀 那你可以把那個重擔 就由一邊轉到另一邊 那就可以讓你繼續去完成那份工作 問題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做人做事都缺乏了 對同一件事 我們不從多角度去觀察 於是乎 當一些事情 一些條件 或者一些情況 一不達到 我們自己所想的目標 或者我們所定落的一些規矩的時候 我們就放棄 甚至說我們不去做 其實很多時候 甚至在信仰上面 我們也有這樣的情況 我們認為信上帝 信耶穌 是有一些 我們已經固定了的 或者傳統傳了下來的 一些條件 例如 如果我們去禮拜 敬拜上帝 如果沒有禮拜堂 我們就不去敬拜 不去敬拜 或是我們主愛你的神 或者我們去到一個地方 那裡沒有基督教會 沒有唐人教堂 只有其他天主教堂 或者這些 根本是一些很破落的 舊的教堂 的地方 我們就認為 這樣我們就不用敬拜了 那天 或者有時候就認為 如果沒有教會的成立 那我們就不用去事奉 因為沒有教會 就是沒有教會事公 沒有事公 我們就不用事奉 不用唱詩 不用去讀聖經 不用去仰望在神的上面 甚至有些時候 我們還要設定一些 我們認為的條件 然後我們才可以去事奉 如果沒有那些條件的話 沒有這樣的人的組合 沒有這樣的資源 然後我們就說 那我們就不做了 弟兄姊妹 這個是很多時候 我們在做人 甚至在信仰上面 一些很常見的問題 猶大國 我們所看的這個約而書 猶大國 在這個約而先知的時代 他就正正代入了 一種這樣的信仰狀態的裡面 他們認為只需要 我們有聖殿 然後我們聖殿的裡面 我們有充足的 這個獻祭的活動 然後怎樣 那就證明了 上帝OK我們的事奉 那我們又很OK 我們自己的靈命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其實 這個正正就是造成了 在信仰上面 或者我們信上帝 信耶穌的時候 我們靈命變得僵化的 一個通常會出現的現象 我們在前文已經看過了 在這個約而書 我們從第一章 第一節 至到於我們上一堂 看到的第十四節 我們看過神用了三個行動 彰硬如石頭一樣的靈性 如何上帝 開始逐漸把它鬆開一點 然後呢 之後 我們也看到 上帝更加要藉著 若以先知 去叫祭司 讓他們去 以為賴以敬虔的數制法 或者電制活動 都將它全部都扔掉 不用再做 因為你再做也沒有意思 他們不是不做 他們做得很足 做很多 但是做的時候 他沒有心去做 沒有心去做 做了等於沒有做 在這種情況之下 若以先知 就叫所有的祭司 停下來 你不需要再做這些 多餘 就是叫做 整色整水的一些 宗教活動 你不如去 召開一個嚴肅會 進行禁食 討告 和反思你們的屬靈生命的活動 這個我們在上文已經看過 來到今天 我們去到第15節開始 我們看到上帝就真是來真格了 真是上帝動真格 希望當時的 由大國的國民 他們真是有一個徹底的生命的甦醒 這個就是正正的 我們今年教會 2021年教會 我們教會的主題的主旨 活在耶和華的日子裡面 聽到這句話 很宏觀 很正 很grand 好像在上帝裡面活著 不過當我們看完 今天這段經文之後 我相信你就會覺得 哇 原來耶和華的日子是這樣的 不容易過的 怎樣過呢 今天我們所看的 就是要講這個事實 我們發現到今天這段經文 告訴他 我們將要在耶和華的日子 過的日子 不是一件容易過的事 不是悠遊的活動 不是一種很悠閒的熟靈生活 好像今天很多教會 不斷把教會包裝成為 一個很開心快樂的樂園 不是 原來真的當上帝 要我們在祂的日子裡面 去生活的時候 然後呢 原來是真的有一些 好 真是你猜都猜不到 好 真是很入心入肺的一些活動 要我們去面對 認真地去面對 而我相信 在這段經文 就更加 被我們看見 透過上帝怎麼續一 去幫助猶大國的人 破格 讓他們召開一個打破思想規限的屬靈 復甦的爭戰 讓他們參與這場的爭戰裡面 他們真正是能夠可以復甦起來 好 弟兄姊妹 讓我們回到這段經文 去仔細去看一下這段經文 講些什麼 先 好了 我們首先去看的第一部分 就是從第一章的第十五節 在這部分我們會看到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如何預備面臨 哀哉的靈命復甦戰 就是一章第十五節 Face the desperate spiritual warfare in the day of the Lord 讓我們回到這段經文 讀一次 好嗎?看一下究竟這段經文 講些什麼給我們知道 好 我們一起打開去讀 哀哉 耶和亞的日子臨近了 這日來到 好將毀滅 從全能者來到 先知若爾在這裡指出 有一日已經來到的了 真是要來臨到的了 這一日是叫什麼日子 這一日他給了一個名字 叫做耶和華的日子 在希伯來文原本的日子就是Yom 但如果說耶和亞的日子就是Yom 阿道奈 這日子是什麼呢? 這裡有介紹給我們知道的 就是一個哀哉的日子 原來這一日不是讓我們可以悠遊生活的日子 原來這一日是為我們帶來哀哉 哀哉這個字眼是什麼意思呢? 而在聖經裡面 特別在舊約當中 用過十五次之多 這個字眼 其中有九次 就用了在先知書的當中 其中一次就是用了在這段經文裡面 就是若爾書 另外我們所知的 在耶利米書就用了四次 在以西結書裡面 用了另外也有四次 其次不在先知書裡面 就在獵王幾下 就用了三次 時詩記裡面 就用了兩次 而約書記裡面 就用過一次這麼多 從那個使用頻率來計 就可以給我們看見 十五次裡面有九次 即是告訴他們 哀哉這件事情 其實是大部分 是產生在舊約聖經 當以色列文已經進入了去 英許地之後的歷史當中 而經常要用的字眼來的 簡單來說 哀哉這個字眼其實是一種探飾 探飾什麼呢? 為什麼要探飾呢? 既然他們都說已經進入了英許地 原本不得的地 現在都得了 那為什麼他們還要哀哉呢? 原來在這個時候 我們要去認真去想一下 什麼促使他們要哀哉 既然他們一直得不到的東西 得到了 現在為什麼要被呼召 去做一個哀哉的活動呢? 因為往往哀哉只會在你失去 或者想得到得不到的情況之下 才會覺得 哎呀 哎呀 為什麼這樣? 但現在不是 你已經在聖地裡面 又在那個地方有這麼豐富的產物 享受了都很長時間 為什麼要哀哉呢? 當然這一方面我們可以連貫在前文 我們知道上帝用了很多天災 特別蟲的災難 我們說過有四種蟲的災難 或者之後所提及過的寒災 讓這些情況 使他們失去了很多財產 但是是不是這個原因 就是他們唯一要哀哉的事情 而先知也要呼召他們去哀哉的原因呢? 那這個我們要更仔細去看一下 究竟哀哉的行動和耶和華日子 有什麼關係呢? 那在聖經的裡面 如果我們仔細去研究 在舊約聖經的裡面 耶和華日子 Yon Adonai 在整本的聖經裡面 用過二十次之多 在這二十次的裡面 其實如果我們仔細去看一下的話 單單在我們的約爾書裡面 就已經用過了五次之多 分別是第一章十五節 今天我們所看的經文 二章一節 二章的十一節 三章四節 和四章十五節 十四節 對不起 在這裡 單單二十次的那些 已經有五次 另外還要怎樣分佈呢? 其餘的十五次 原來呢 在以賽亞書裡面 十三章六節 和九節又用了兩次 在以賽亞書裡面 十三章五節 四十八章三十五節 又用了兩次 然後呢 我再看見 在阿摩斯書 五章十八節 又用了兩次 然後俄巴底亞書 三次是非先知書 其餘的十七節 全都在先知書裡面 在這個組合之下 我們在剛才所看見 談論到愛災 有一個很類似的表現頻率 是什麼頻率? 就是愛災 愛災 這個用詞 絕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當他們 以色列民 進入了英許地之後 在英許地的歷史當中 所發出的 而同樣在這裡 我們看見 耶和華的日子 這個用詞 同樣也是 在主要 以色列民 進入了英許地之後 而去運用的 其實 你可以看見 當我們利未記 還在這個抗野 來計 但是列王紀 以至於其他的 可以說得 十九次 都是在這個 英許地之內 所陳述的 耶和華的日子 那 說了一些 什麼事情 讓我們知道 第一件事 我們所看見的就是 原來 原來這些全部都是 在以色列民 得著了英許地之後 反而要做的事情 他們愛災 要在得到英許地之後 要做 他們會面對一個 而愛災的耶和華的日子 亦都是在這個 英許地之內 所發生的事情 所以 這個問題 就不是外在的問題 問題就是 可能 在他們自己身上 這個正正 就是若義書 其中一個 主要我們要去 不斷留意的一個特色 從聖經的研究上面 來計 探討到耶和華的日子 這個 Yong Adonai 其實通常都帶有一種 活世的意義 Escatology 其中 談論到的就是 在這個日子的時候 來臨 就會有災難 還有審判 當我們發現 從舊藥進入到新藥之後 又會進行成怎樣 在新藥裡面 就有另一個陳述 希臘文叫 Hemera Curio Hemera這個字就是日子 日子 然後怎樣 Curio就是主的日子 同樣 很多時候在新藥的研究裡面 就指到這個是談論到 在主耶穌基督第二次再回來的時候 再進入到這個整個上帝的創作當中 要進行審判和拯救救贖的時間 不過 如果我再仔細去看一下 在《舊藥聖經》裡面的時候 有一位聖經學者 是一位德國的聖經學者 他的名字叫 Gerhard von Rack 一個很出名的德國典型的聖經研究學者 他曾經指出了 原來在《舊藥》裡面 這個《耶和華的日子》 有另一重很重要的意義 是要用來去相對回 在當時古近東文化裡面 提及到其他各類的宗教裡面 都有的一件事件 就叫做聖戰 Holy War 簡單來這樣說 他說 其實在《聖經》裡面 介紹到《耶和華的日子》 也就是等同於 《耶和華要去打擊他敵人的一場爭戰》 並且是他勝利的日子 如果是這樣的話 當我們再仔細去研究《耶和華的日子》 它本來的意思 就不單止是好像我們一向我們基督徒所理解的 只是說末世耶穌基督來審判 然後拯救我們這麼簡單 其實是將我們帶飯進入到一個現實 我們今生所處的階段和狀態 而在《昔日舊約聖經》的時候 就能解到原來所指的《耶和華的日子》 這個陳述 其實是一個要提醒信徒 要去進行一場爭戰的時候 所之前要面對的一連串的一些經歷 在《昔華的陳述》裡面的研究 它總結了在《聖經》裡面 特別是《舊約》 原來談論到《耶和華的日子》 《聖戰》的時候 總共有十項的元素 是包含在它裡面的 包括了宣佈爭 在《聖戰》 鼓勵信徒一起參與 第二 是為《徵戰》進行一個聖禮 即將他們交託在他們所相信的神裡面 第三 要為《徵戰》哀嘆 第四 在《徵戰》的時候 可能會帶來一些經方 可能叫人膽喪或者害怕的情況 但在這個時候 在《徵戰》的過程裡面 參與其中 你們要知道 有一些禁例 是需要大家去牽手的 一會兒我們會詳細再講 然後 當真的進行這個《徵戰》的時候 就有一些自然界的現象 包括日間的天象的改變 變黑了的星象 有黑暗籠罩 有雲霧的出現 有雷聲的降臨 並且有地震的發生 總共十樣 而在這位聖經學者的研究裡面發現 原來在我們的《約爾書》裡面 包含了九項這些元素 即十項有九項都包括在裡面 只有其中一項 沒有包括在我們的《約爾書》裡面 就是一些禁例 一些不應該做的事 即是當你參與這場爭戰的時候 你不應該做的事 那這件事是甚麼事 一會兒我會有個例子跟大家講 有些禁例去打一場爭戰 為上帝爭戰的時候 我們不應該去做的 不過從這個角度 我們已經可以更清楚明白到 原來在聖經的神學裡面 舊約只不過是打開了神 要去進行這一場 屬靈的爭戰 初階的階段 就透過特別我們所看的《約爾書》裡面的《約爾先知》 去將這件事已經陳述出來 預告了上帝已經展開了這場爭戰 到真正它完成的時候 是甚麼時候呢? 從整個宏觀的聖經的研究裡面 我們就知道去到耶穌來到 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時候 這場爭戰就正式確立了那個聖父 而耶穌何時 去再真真正正把這件事 真的完全完備好呢? 就到了祂真正回來的日子 如果用回二次世界大戰的時間表 去陳述的話 上帝耶華的日子 其實是指到整個這個階段的發生 而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點就是 是上帝要向祂的敵人宣戰 而鼓勵召集所有屬於祂的人 去一起參與這場爭截 而在參與的時候 最後耶穌在十字架上面 聖過這個罪的捆綁 幫我們去承擔了這一切的罪的捆綁 並且復活三日後復活 在這件事裡面我們看到 好像二次世界大戰的D-Day 在1944年6月的時候 登陸落萬帝這個海灘 或者海岸線的時候 那個時間 而耶穌基督最後回來的日子 我們可以說是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的比喻就是歐洲真的完全釋放了 叫做V-E-Day 代表真正的完全勝利 修復所有的東西 耶穌將來第二次回來 就是那個時間 用這個這樣的比喻 就讓我們看到一件事 今天我們其實每一個信徒 其實都在參與在這場的聖戰裡面 因此當我們在這場聖戰參與的期間 我們必須要知道 在這段期間裡面不是安舒生活的 所以如果今天教會的牧者 告訴你我們今天做信徒 很開心、一無掛淚 完全沒有重擔 不需要承擔什麼後果 什麼都射給耶穌 好像我們說過 射給耶穌、射給上帝 等他背 我們不用背 我們很舒服 對不起 原來在這裏 上帝是徵召我們每一個 進入到去參與這場爭戰的當中 所以當我們去 如果仔細看一下 聖經裡面的陳述的時候 有一段經文 我相信大家會非常熟悉的 就是這個撒母耳機下的 第十一章 第八節至十五節裡面 即提及到一件事件 什麼事件 即談論到 大衛召回拔士巴的丈夫 烏尼亞 回到耶路撒冷裡面 召見她 美其明就好像召她回來 做一些軍情報道 那樣 但是如果我們在那段聖經裡面 我們就會不斷看見 原來大衛希望 藉著趙烏尼亞回來的時候 希望鼓動她回到她家 和她太太行防 免得被人誤會了 或者被人揭發了 大衛原來和她的太太 在拔士巴已經有染 並且懷孕 但是在那段經文裡面 我剛才所說的 這個撒母耳機下的十一章 八至十五節裡面 烏尼亞就很特別了 這個表現 在那段聖經不斷的陳述到 烏尼亞雖然多次被大衛說 你既然回來了 回去陪你家 其實簡單一點 烏尼亞根本沒有這樣做 並且怎樣 烏尼亞就算回到來都好 他只是躺在家外面的路邊 或者躺在大衛皇宮的外面 守候住在那裡 他沒有回去 他太太和他太太去婚姻生活 沒有 大衛多次甚至直接的鼓勵他回去做 但是烏尼亞說 No 為什麼 因為當在戰爭的時候 每一個軍人 是帶著一份的心智 為烏尼亞而戰的時候 他們不可以自己在那裡享受他的生活 他應該帶著一份愛災 為這件事情爭戰煩惱的態度 而不是自己回到家 去過一些開心快活的日子 所以從這段聖經裡面 就介紹給我們知道 原來耶華的日子 這場的爭戰 這個意識 其實同樣放在約爾書裡面 告訴我們 我們今天作為信徒 我們活在上帝裡面的時候 我們其實真的要釐清楚 我們應該抱一種什麼態度 而在耶華的面前去生活 在耶穌基督的救恩之下 我們怎樣生活 我們現在不是在那裡探世界 我們要去哀哉去參與一場爭戰 不是回來去快活 所以在整個的其中一個禁例裡面 在聖戰的條例當中 學者Ronald說得很清楚 在他研究當中 其中一個最明顯的禁例就是 軍人不能夠回去 跟他的太太 或者跟其他的人 有任何的性生活 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其中一個禁例 烏利亞做到的 來到這裡 約而說其實同樣要給我們看見 我們不要在這裡只是享樂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今天的教會 這個訊息 我們是很薄弱的 甚至把它蓋起來 不說 教會是開心的 教會是美好的 這樣人就會開心 但是呢 回來 因為現在要哀哉去參與這場爭戰 為什麼要哀哉 哀哉為什麼 哀哉 還有真正在這裡 耶穌華的敵人是誰呢 很多信徒讀到這裡的時候 他們就很容易 很快地反射回應 他們就會說 當然了 在這裡 當然是說到 那些不聽耶穌華神的子民 耶穌華神 要去針對他們 和他們有場爭戰 使他們能夠真是失敗了 這些人 然後剩下那些真肯跟上帝 就沒有問題了 所以帶著那些信主的人 去為那些不信主的人去爭戰 是不是這樣意思呢 如果我們再看這段聖經的時候 我們從來沒有看到 這段聖經裡面 耶穌華神要去針對 以色列他的子民 甚至沒有針對摧毀 甚至殲滅所有猶大國的子民 相反的是什麼呢 上帝就算之前有重環 有寒災 仍然留住這幫人的生命 並且叫祭司去召開反省的嚴肅會 從這個角度我們已經知道 上帝要去針對的敵人 並不是猶大國的子民 或者你說 是不是那些不信的人 上帝是不是真的要針對 把那些不信的人毀滅呢 如果這樣去到聖經裡面 我們就很難解釋 那句在讓福音裡 神愛世人 上帝是去愛這個世界 每一個他所創造的人 甚至上帝在新約的聖經裡面 也許曾經有介紹過 他是怎樣 上帝願意什麼 萬人得救 不願一人沉淪 所以上帝不是針對人 所以從這段聖經裡面 我們從新救約可以打通到 其實約以所陳述出 就算上帝呼召當時的猶大國的子民 他們來參與這場爭戰 而且這場爭戰是一場哀哉的爭戰 為什麼是一場哀哉的爭戰 因為敵人的一般不是人 明白嗎 敵人不是人 敵人是什麼 不過一會兒我們再仔細 可以去到第二部分 第十六節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的 但是從這段的經文裡面 上帝第一件事要鼓勵的 就是你要來和我一起去並肩作戰 因為為什麼 我們再看這段聖經 因為到那天的時候 好象毀滅從全能者來到 這句說話在這裏說得很嚴重 在希伯來文裡面 還用了一些諧音字 將它去rime 即是將它做一個諧音 使得毒的時候的人 很容易毀壞從全能者來到 全能者在英文聖經 或者希伯來文聖經 阿爾什戴 其實就講到 其實子爺華臣 他很有能力的來打這場仗 不過這場仗 是一場不容易打的仗 而且這場仗 上帝邀請我們來到的時候 會有一些毀滅出現 有些拆毀的事情出現 拆什麼東西 這就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線索 拆毀的不是拆毀哪個國家 拆毀的不是拆毀哪些人 拆毀的原來拆毀 在每一個人裡面 導致到他們 一直有一種僵化的信仰的源頭 叫做罪 罪已經在人的生命裡面 已經搞妖、纏妖了多年 上帝在這個時候 要辦這宗大事 是一定要進入到人的生命的心底處 將這個籠絡人、控制人、奴役人的罪 將它徹底的打擊 上帝於視乎怎樣 邀請你和我 我們是給這個罪去奴役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哀哉 明白嗎?阿特兄姐妹 我們哀哉不是因為我們被人打 而是因為我們的罪在折磨我們 上帝讓我們參與 一起去為我們的罪而爭戰 所以這一點是要讓我們去哀哉的原因 因為我們已經陷在這個局面很久了 所以從這段聖經裡面讓我們看到 如果要一個人有一些改變的話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要那個人知道自己有什麼問題 他的問題所在在哪裡 我們前面已經看過了 原來上帝用了三次的方式 來把它鬆開 就是簡單的 就算你要下藥也好 你的藥也要滲下去才行 就像我們這樣 我們經常種植物 我們在加拿大最喜歡搞大草地 但草地每年要打孔 為什麼要打孔? Aeration 為什麼? 因為打鬆了地的時候 那些孔就可以滲一些養分 或者一些以前就流行殺蟲劑 或者藏在泥土裡面的蟲 就可以被殺死 其中一種就是我們早前所看的 那些四類蟲其中一類 Grub 那些就是吃我們這些草 白色小小條 吃就是吃根 令草死光 就是那種蟲 所以這段聖經節目 要改變一個人 不是你和我可以做到的 因為首先 要那個人自己知道自己有問題 他才可以去改 上帝將它鬆開了我的泥土 然後上帝才能打藥下去 下藥也要等藥滲到病處才行 好像我整天的手痛 我跟醫生說我的手痛 我的手肘痛得很厲害 和手指關節 那他開了一些藥給我 吃了一個多兩個月 吃到胃都反胃了 那他無效都只是痛 他就說 都是沒用的了 那些藥都去不了這麼堵的地方 這麼囂張的地方 唯有塗藥膏 看看有沒有辦法 明白嗎 醫生也沒有辦法 因為他鬆不了 他說要不就直接打藥下去 但打藥下去 可能有其他的副作用 隨你選 上帝為了要處理我們 根深蒂固的罪這個問題 籠罩了我們的生命那麼久 使得我們又不斷有愛災 很難過的日子 身體現在招徵召我們 進入一起打這場仗 所以突然之末 當我們明白到 其實真正我們的生命 原來是落在一個 哀哉的情況 我們的心是被追著一樣 這樣的狀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開始有這個 改變的動力 如果當一個人 如果連追深的這種 靈性心境都沒有的話 你怎樣勸他 他都不會回轉的 就好像一個國家一樣 一個國家要強大 他首先第一件事 要明白自己 其實有什麼地方是差的 如果自己差的 他就自己在那個 差的地方裡面 去真正努力 但是如果那個國家 他不知道自己原來有問題 不知道自己有多差的 還以為自己有多強的 世界最強的 那麼這個國家 沒得救的了 這個國家應該亡國的了 不是我說的 歷史認證了 不管是一個國家的人 以為自己是最強的 那些國家應該要毀滅 不值得存在 譬如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巴比倫國 巴比倫國 如果你讀過的歷史 可以說到巴比倫國 在當時的理解 他什麼都要清潔 他也有多年建過城堡 他都覺得是全世界最好的 不用說誰是利利微城 巴比倫城這些 他們城牆的厚度上面 城牆頂上面可以跑的 軍隊 成隊好像平排這樣操 世界最大的又怎樣 一 羊毀滅 因為他不知道自己的問題所在 明白嗎 所以這段聖經第一件事 第十五節 其實一個所謂耶和華的日子 臨到毀壞的情況 會從這位全能者帶來 其實就是告訴他 他要進入到我們最根底的地方 要處理最根底的罪的問題 這個是第一件事 這段聖經要告訴我們 但是第二件事 當我們知道又怎樣 我們要進入這場爭戰的裏面 這場爭戰是不容易過 我們在一個很哀哉的情況之下 即是被他打到散了的時候 才去反撲的了 那又怎樣打呢 在這裏就要 約爾先知就帶來第二個重點 在第1章16節裏面 就要讓我們去打破一些思想的規限 來參與這場爭戰 participate with revolutionary mindset 這篇聖經說什麼 我們先讀一章第16節 好嗎 一章16節這樣說 我們一起讀了 糧食不是在我們眼前斷絕了嗎 歡喜快樂不是從我們上帝的殿中止息了嗎 頭一半我們可以了解到的 糧食斷絕了嗎 斷絕了這個字眼 但其實我們在前文第一章第九節都已經講過 因為當時這些蟲害將他們很多的糧食已經摧毀了 想再生都沒有種給他們生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糧食 如果說真的 弟兄姊妹 如果你打仗 我們中國人也有一句說話 就是什麼 三軍未動 就是糧草先行 現在在這裡告訴我們 上帝徵召猶太國的子民一起去打這場熟靈的仗 但是在這個時候 沒有糧啊 上帝怎麼打 如果沒有糧 沒辦法的 怎麼打這場仗 打仗一定要有糧草 誰不是這樣打 上帝 你打仗不用糧草打的嗎 第一件事 這一節就已經講了這個問題 一個似乎沒有可能出現 甚至沒有可能得勝的一個狀態 第二 這個講到 歡喜快樂 不是從我們 上帝的見宗只吃了嗎 這句說話 我們就更加看見另一個重點 在宗教的角度來計 如果大家剛才還記得 我提到那位德國裔的教授 他研究舊有聖經 講耶和華的日子 是一場聖戰 Holy War的時候 他提到有一個特別的元素 就是要在進行這場戰爭的時候 有一個為戰爭的一場的宗教憲制 或者是為這場爭戰要獻賞 為什麼要獻賞呢 因為在古近東近文化裡面 第一場仗是為了他們的神和你一起去打 那你要和你的神一起去打 那你就一定要首先和你的神獻賞 一個委身 於是他們就要為戰爭而行聖禮 這個我剛才已經講過了 祈求他們的神能夠和他們 隨著這個軍隊一起出發 從這段聖經的理計 就是猶太人當他們出戰的時候 同樣是祈求上帝耶和華 和他們一起出征的 但是在這裏形容什麼呢 形容在神的聖殿裡面 歡樂歡喜快樂 沒有了 紫色了 沒有了 那是什麼意思呢 簡單一點來說 就是說從猶太人 特別是猶太國當時的子民 他們還抱著有個耶路撒冷的聖殿 他們從宗節觀的角度可以了解到 如果沒有了歡喜快樂 在上帝的殿裡面 就簡單一點來說 就是說 上帝不和他一起出征 那如果上帝也不和你一起出征 那這場戰爭將會是一場什麼戰爭呢 打出來這場戰爭 有沒有勝勸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上帝為什麼叫我們一場這樣的爭戰呢 首先我們要明白 上帝是不是真的不和猶太人 猶太國的人一起呢 不過猶太國的人呢 就是這樣想的 總而言之 如果上帝你搞到我們在聖殿裡 沒有了歡喜快樂 就是香油不夠鼎盛 是不是 就是不夠旺 那些人的心智就會薄弱 那怎麼打呢 在這段聖經裡面 我為了幫助大家能夠更明白 我就引用另一個反面的例子 告訴大家 在文數記裡面 第十三章和十四章裡面 有一段很熟悉的聖經 就是談論到耶和華神要給當時的摩西 告訴他 他將要帶他們進入的影響是怎樣 於是叫他派探子去看看地 然後回來告訴以色列民 然後就去了 很簡單的 上帝其實 不過呢 在那段聖經裡面 我們就發覺到 當神如果很想跟以色列民一起同去的時候 叫他們去找探子探員回來說 講完之後 他們個個都說這塊是好地 不過 最後最後卻是有十二個當中 其中十個呢 就說那塊地是不好的 為什麼不好 不要去 不是那塊地不好 不要去 為什麼不要去 因為當地的人又高大 當他們這樣說 聖經裡面說 講完之後 他們的心就只是涼了 嘩 我們又矮又成 怎麼跟人砌 當地那些人 加南人那麼厲害 是不是 於是他們怕死就不去了 上帝說 喂大哥不是這樣 你們這樣 我陪著你去 不用擔心 但是他們信不過上帝 所以不問上帝主要是怎樣 不去 還在這裡幾個教 然後又說 又說 害死他 又說要回去 回去原本埃及 寧願死在埃及 比死在這裡 其實也不是這個情況 之前不能吃的時候 在抗野地上在這裡吵 吵了很久了 說來說去信不過上帝 上帝真的跟他們同族 他們都不信 如果我今天有個機會 上帝直接跟他們說話 我們人生容易走很多 是不是 他們有 我們沒有 我們透過聖經知道 不過 怎樣 於是乎 神章就說 那你不想去 那就算了 不過我不代表我不想 我的子民去 於是乎怎樣 二十歲以外的人 全部不得進入這個 英許地的裡面 嘩 他們聽見 那怎麼辦 我們死在抗野地 又不讓你回去 死在抗野地 另外怎麼樣 連後來報惡信 那十個的探子 都被瘟疫 死在耶穌華神面前之後 以色列明就在這裡後悔了 他們經常都爬爬爬 怎麼樣 在蘇州過後 沒有艇搭的情況下 他們又想去拿上帝 上帝說沒有了 已經判決已成了 那我是這樣做事 說得清清楚楚給你 給你的時候 你又不要 那現在沒有了 那你們是在那補 上帝沒有得補回來的 所以大英姊妹 上帝沒有得補回來 沒有就沒有了 是不是 於是乎怎樣 他們就用自己的方法 想著 上帝不給我們自己禮 於是乎怎樣 自己用己力 嘗試去進攻這個英許 一上去不止 馬上就被當地的阿馬力人 和加勒文擊殺 又死一批 那等於前妹 為什麼我要說回這件事給大家聽 這段聖經其實 告訴我們 一件事 上帝其實不是不知道 你們現在處在什麼情況 因為你到這個情況 其實是上帝所做出來的情形 你為什麼沒有了糧食 你為什麼沒有了糧食 上帝用這些蟲患 來使你們沒有了糧食 你們為什麼來到這個時候 會面對一個 真的沒有了 在聖殿裡面 嘻嘻嘻 上帝說你獻祭都多餘 在這個聖殿裡面 搞到嘻嘻 然後都沒有心 沒有心 你搞來做什麼 是不是 你煎煎炒炒在那裏 沒有用的 是不是 我又不是在那裏 你經常以為在那裏 才見到我 在這裏 上帝其實想說一件很重要的真理 告訴你和我 甚至當時的猶太人知道 就是 原來 真正猶太人 或者以色列民 包括我們 最大的問題是 我們不能夠和神共同進退 這是第一點 第二 我們很喜歡按照自己己而行 我們喜歡怎樣就怎樣 上帝說了 我們都說 我不聽 我喜歡我的方法 即是我的方法 你滿足不了 我就不做了 即是等於 聖功沒有 即是等於 如果當有個聖功 你沒有這樣的東西給我 沒有這樣的人給我 我就不做 是不是這樣 上帝叫你做你就做 但是你不是 上帝你叫我做 好 不過你先給我這麽多條件 弟兄姐妹 上帝叫你做 其實就是代表 你已經夠條件去做 不用再你加一把口 去加些條件下去 好了 第三點 就是什麽呢 我們很喜歡用自己的意思 去理解神同在這個觀念 特別在今天 我很想強調一點 今天很多時候 耶穆阿神 其實他所有的 他的屬性 不是你和我所想的一樣 很多時候 今天的人 去想 特別當時的猶太人 猶太國的子民 他有聖殿 他抱著聖殿 在耶路撒冷 我有聖殿 我搞到 嘻嘻嘻 好 很旺 那上帝我就好 靈性 那你就和我同在 你又搞到 這個場 淡了 那 即是你不在 是吧 很多時候 我們是這樣想的 用我們的思維去想的 上帝 你應該就在聖殿裏 在聖殿裏面 所以我們搞到 這個場 旺 那即是等同於 你在那裏 和我們同在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不和我同在 這種的思維 今天就是我們 很多時候 所看的一種 的宗教觀 要把聖殿 會幕搞到很美麗 要搞到聖殿 會幕裏面 香火鼎盛 這就象徵上帝 與人同在 上帝就喜悅 在我們當中 但其實我們的上帝 是不是這樣 No 弟兄姊妹不是 我們上帝不是這樣的 即使 在大力當前 即使 我們作為神的哲民 已經進入到一種 走投無路 沒有食物 很落魄的狀態 被罪之磨到 我們真是很難受的情況之下 上帝 隨時仍然和我們同在 不是 只是在聖殿裏面的時候 我們才有上帝 與我們同在 而這一場仗 只需要有上帝 在任何時間 任何光景的時候 和我們同在 就一定贏 總之我們無可 無可 上帝同在 我們一定贏 回到這段約爾書裡 上帝要向他們指出 上帝要進行打仗的宣告 這場仗 我剛才已經說了 不是用刀 不是用劍 不是用槍 不是用炮 來打的 這場仗 是要在 猶大國的國民 舉國 可以說得 進入到一個 落魄流利的情況之下 讓他們去看到 耶和華原來已經超越了 在聖殿裏面 只接受獻祭的神 這種你們以為的神的模式 完全超越了 猶大國的子民 一向對神的思維的規限 並且怎樣 直接這樣突破了他們 去能夠看見 你真正要依靠的 不是搞這課 而是有沒有 常常與我共同進退 不按自己的己意 只是配合在 和神所安排的活動裡面 一起的參與 雖然這個參與過程 不是容易的 但是上帝和你同在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用今天的用語就是 今天教會經常要講敬拜 要跟隨神 要講侍奉主 於是很多人就說 我一定要有一間實體的教會 我要有實體的崇拜 這樣我們才有好的敬拜 有好的侍奉 有好的神的聖功 我們才可以做到神美好的工作 對不起 弟兄姊妹 不是這樣的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有真正的敬拜 和真正侍奉主的心思意念 是隨著我們與主的相信 而不是隨著我們自己認為的條件 即是不是一定要有教會 教會的 是不是一定要這樣敬拜 這樣侍奉 教會其實應該要看得到的一點就是 我們的神其實已經超出了 那個用四面彩色玻璃 而去包圍著的教堂 上帝可以沒有那些東西 但是仍然我們可以去侍奉神 仍然可以讓我們敬拜神 因為我們的神不是那位 是隨著Sunday bulletin 程序表 來去敬拜的神 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嗎 侍奉主 敬拜主 不是一定要有個聖功 有個實體 有個組織 那時候你才可以去侍奉 我不是否定那樣東西的存在 可以有它的存在 不過如果它的存在 而難了你 沒有了這份對上帝的衛生 沒有了那份對上帝的超越性 上帝與你同在這種的 同在 你的侍奉是多餘的 就算你在教會做得多光鮮 你的循序表寫得多精美都好 印得多漂亮都好 各位兄姊妹 今天我相信 相對容許這個 新冠狀病毒肺炎的疫情蔓延全球 其實是給你和我一個很直接的答案 是重新重演 若以先知 在這裡所講到的 上帝我們對他的觀念的看法 如果我們對上帝的觀念 不清楚理解的話 我們就這樣貿貿然就說 我們要相信他 貿貿然就說去侍奉他 很可能你的侍奉是完全錯誤的 我爸爸 我爸爸 從小到大我們就很少見他 因為我爸爸因為工作的緣故 他就早出晚歸 很早起床 我們還沒起床的時候 他已經出了去店鋪去買貨 從很晚做到很晚才回來家 所以我能夠見到我爸爸的情況 就很有限的 但是 當我真的 在小時候能夠見到我爸爸的時候 通常見到我爸爸都不方是很晚的 因為為什麼呢 通常都是我們搞了一件事出來 要他撲回來去教的情況 所以我從小到大 最多時候聽我爸爸說的那句話 就是 你這麼頑皮 我抹你出去 讓你做乞丐 讓你去乞食 不要做我兒子 我曾經試過我爸爸真的這樣做 真的扯我下樓下 你這個臭小子你這麼頑皮 你抹你出去 讓你不要再做我兒子 你做乞丐 你 我從小到大 我爸爸最聽得最多的就是這句話 所以我對我爸爸是很敬畏的 不過畏就多於敬 因為真的很害怕他 因為他不知道什麼時候又來過 不過呢 如果剛才大家聽到我說 自從我爸爸那次來過旅行之後 我就跟他聊過天 他就在車上 一個多星期在車裡 聊天 聊完他又累又睡 睡完又聊天 那聊天的時候 我就在他身上學會了很多東西 學會了很多做人處世的一些道理 而且很多這些道理 都是在聖經裡面可以找到的 不代表一個不未信主的人 我爸爸未信主 不代表一個未信主的人 他說的話是完全不合聖經 不是的 他說的話很多都是合聖經的 不過 其中一件我最期望的是什麼呢 就是希望我爸爸有一天 真的能夠認真的相信主 然後認罪悔改 為什麼呢 因為我很希望的 往後的日子 當我爸爸信了主 即或有一天他離開的話 然後我仍然可以在永恆當中 和他多些聊天 在他身上多些學習 原來我爸爸是一個很值得 我去尊敬的人 這一件事 正正我相信就是若爾書這裡 若爾提出給猶大國人 可以讓他們明白到 上帝為什麼要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這麼嚴厲的情況之下 其實仍然沒有整死他們 反而是鬆開他們 使他們靈性的復甦 可以慢慢改變回來 因為上帝最期望的 就是在永恆裡面 和你和我一起生活 聊聊聊聊 談談每一天的生命生活 要一起同心的祷告 慈悲的天父 多謝你給我們 在這段聖經裡面的學習 我們知道原來你 照我們進入到一場 肅靈的爭戰 這一場是一場 絕不容易 絕不 是 好像一般以為 很開心的一場爭戰 我們知道雖然是贏硬 但是 在贏硬的過程裡面 我們知道 要處理的精神就是 我們裡面的罪 要進入到生命最深處 要處理 的而且是不容易 但感謝你 即是你愛子耶穌基督 成就了這個救恩 讓我們能夠 即是可以有這份福氣 恩主 求你讓我們 在現在仍然在世的日子裡面 做好這個見證 傳這個準確的訊息 讓人看見救恩 如何去得以成就 而不是在教會裡面 欺氣度日 求你的幫助 我們的同心的討告 奉靠主耶穌基督 進行的事情 真是 積極地去告訴以色列民 知道 如何去配合 與神同行 好了 讓我們在這個時間 我們同心領受神而來的慈福 然後我們一起 有一些簡短的會務佈局 讓我們一起同心低頭 來領受神而來的慈福 祈福給你保護你 祈福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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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be gracious to you The Lord lever his countenance upon you and give you peace 以下来有一些简短的会务报告 在这里再次代表教会 祝愿每一个大英姊妹 在未来这个礼拜里面 继续能够大大致神的使用 与神同行 在这里也都是 我表露一些自己的感恩 在最近我发觉有个别的特兴姐妹 的一些奉献来教会里面 但这个不是钱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我发觉原来在我们教会当中 原来有很多同行的特兴姐妹 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 当我们更进一步去发展到这个的 所谓这个网络的一个 Congregation Virtual Congregation 的时候能够真是可以将所有 在我们网上的一些特兴姐妹 我们真是可以进行到一些 实际上大家互相的团契的生活 互相的鼓励 在这里我再次去为此而感恩 愿意神去真是带领每一个 和我一起同行这条天路的特兴姐妹 那另外一件事也都希望 希望弟兄姐妹留意的 继续为到一些宣教士去代祷 那在过去的五月头的时候 我们有一位的宣教士 Adam已经在我们的祈祷会里面 去和我们有些接触 那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 踊跃的参加祈祷会 能够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机会 可以彼此的守望 祈求能够真是在主的当中 我们可以彼此的守望 不是只是在崇拜里面 看看一条片这么简单 而是我们可以真是在 无时无刻的当中可以彼此的支持 那所以请弟兄姐妹 除了广泛的利用 我们教会所有的这些 短讯的群组 那如果大家的特兴姐妹 有圣经问题的 如果或者是有一些 需要代讨的事情 你可以在群组里面 可以询问的 或者你可以个别 直接可以和我联络的 那我的手提电话的 号码也是公开的 可以特兴姐妹可以直接 和我联络的 希望可以能够在 宿令的道路上 我们一起的并肩义行 好了 那我们的报告到这里为止 希望弟兄姐妹 能够继续 我们彼此的守望 愿神致福你们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周 的敬拜 事奉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